这回买到BNT的疫苗 国民党不断的酸说 这个蔡政府就是站在终点线后面的第四棒 意思就是说民进党都在割到尾就对了 另外今天国民党还PO出了这个一张图 这个是在这个疫苗上飞机之前 上海复兴把这个复辟泰的布条挂出来 好这个有什么用意呢 请教一下委员了 我觉得很可悲的就是说 其实大家如果今天早上6点50 有看这个电视上的直播就知道说 其实今天下飞机来的时候 从飞机上的这个机舱开始打开到现在 整个复辟泰的疫苗里面 并没有出现说上海复兴这个部分 那后来呢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新闻 就是从这个永龄 还有从这个台积电发出来的 就是说他们有发现到说 这个上海复兴呢 他们在上机之前 确实是有挂这个复辟泰的部分 那但是上机之前呢 这个后来有人告诉 应该就是他的这个冷链公司 告诉这个永龄 还有告诉这个台积电 说这样适当不适当 那永龄跟那个台积电 他们今天都说了 按照合约上面 他们不认为应该挂这个上去 所以在下台湾的这个飞机次线 要把它取消掉 那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刚刚时中部长讲得非常清楚 这一批的这个疫苗到来的时候呢 购买的单位确实就是永龄台积电跟慈记 他到了台湾以后 然后我们的台湾的政府才是受证的单位 可是国民党又把它混淆 除了刚刚讲说什么第四棒 然后民进党再割道尾以外 我觉得最扯的还最无耻的 应该是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今天自己用 他们自己的官方网路上面 发了一个上面就写BNT疫苗抵台 然后就把这个复辟泰这个东西弄上去 那这个呢在我们台湾是看不到 我刚刚说过了 然后这个他这个网页从哪里来 是直接从这个来源是从这个复兴医药 也就是上海复辟泰那边过来的 所以国民党他们只知道半套而已 根本不晓得全套的内容 然后就说这个呢 跟这个民进党的政府完全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比较好玩的 我希望这一张可以呢 经过这个环球时报 然后给所有的全大陆的人看得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只有BNT疫苗可以到台湾来 BNT疫苗不可能到中国大陆去 你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从这一两个月来 我们在抢疫苗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大家知道说这一批本来是德国原厂的这个疫苗 他在制造的过程当中是要送到中国大陆去 可是中国大陆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高张 他们只愿意有国药跟科兴的两个疫苗 所以他根本就是否决了 把这个BNT的疫苗送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现在中国国民党PO出这一张 我觉得叫里外不是人 为什么叫里外不是人 中国大陆一定不会用这一张 然后台湾的人看到这个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我觉得说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看说中国国民党目前为什么他不受到台湾人的肯定跟满意度一直越来越下降的原因 尤其是年轻人更没有办法接受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抢购疫苗的过程当中我所了解CDC他们是有一组人马每天打电话在各个不同的包括COVAX包括AZ包括Moderna包括这个BNT那边看看说你们有没有比较好的现在可以给台湾的每天都在盯每天都在盯 所以为什么前两天有我们自购的AZ疫苗五十几万剂到这边来就是每天盯的结果他绝对不是说我跟台湾的某某人交情和爱说打个电话说你要不要不是 因为大家全世界各国都在抢所以其实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当他浮出台面上有成功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句话就是感谢不管你是工部门或者是这个私人的或者宗教团体就是感谢为什么因为这批疫苗这些好的疫苗到台湾来的时候是给所有的台湾人来施打的他绝对不会有没有 问你说你今天18岁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民众党你18岁应该打就去打除非你身体有其他的状况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整个台湾只有一句话我觉得张淑芬姐他讲的非常的好团结才是力量我们的团结是在于不管是台面下或台面上只要我们在国际市场上面可以拿到比较好的疫苗赶快送到台湾来让我们台湾可以在这个疫苗或是说在疫情的控制上早日控制下来的话才是台湾人之福所以我觉得国民 国民党还是在想想看你们的策略是什么你每一支疫苗来就打他AZ来打AZ莫德纳来打莫德纳BNT过了两天你又开始打BNT我可以预测一定是这个样子因为他高中已经把他打黑了但是事实上这个都不影响所有有理性跟科学思考人知道因为只有有接种疫苗的时候才能够是全世界现在面对疫情上面控制最好的一个方向所以还是听阿中部长的话有什么疫苗就打什么疫苗才是最重要 刚才委员讲到真的是要团结才是买到疫苗最重要的关键不过刚才就委员所出示的那张图是国民党的这个官方粉丝团他们po出来的嘛不过为什么这个复辟太自调到台湾之后会烧失其实台积电也好或是永龄基金会都说因为跟当初签的合约就是不符嘛所以要求他们这个到台湾之后就要立刻移除那为什么国民党又要把它po出来呢玉慧姐老实讲我真的觉得其实今天我们刚刚讲除了要谢谢 谢谢红海永龄基金会谢谢台积电还要谢谢慈记之外我们真的还要应该要谢谢谁谢谢上海复兴还要谢谢中国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要不是中国你完全忽视所有中国的人命为什么中国他要定这一批上海复兴为什么要定这批是因为中国我们知道那他们的这个所有的中国疫苗包括国药也好科兴也好特别是国药还在WHO的会议上面被打脸说他第三剂可能没用那所以在全世界都认证了说 这些的疫苗可能没用所以中国就准备说我们是不是在第三剂的时候高阶市场能够进一些国外的疫苗上海复兴去年花了125亿的欧元就差不多这个钱真的是非常多那他们花了这么多钱本来去签下来了这BNT到目前为止只有在香港跟澳门那些失败的这疫苗卖出去所以他们的股价呢从91块的高点一直跌到现在62块我刚看 所以这些我等一下再来讲这个价格所以本来这批的疫苗是非是真的是中国他们定的所以在现货市场上面所有的国家看到这批以后大家都想到说怎么有现货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抢所以这个是中国真的是他们因为他们挡住了国外的疫苗然后不让中国人去接种BNT的疫苗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批的疫苗然后我要来讲国民党国民党真的是真的是 他们最近说他们什么战斗兰我觉得是秀斗兰如果他真的他有本事拿到昨天那张的话这张是昨天在机编的时候在这个上机之前你可以看到的这个照片不是上海复兴所提供的照片你可以看到的照片是这张那这张有什么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因为他是在晚上的时候上飞机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上面上海复兴你是有多着急呀你还捆了我 捆四面你是当四面佛在拜吗你不是怕一面因为怕一面我们看不到台湾人看不到要捆四面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他们在做政治上面的操作那我给各位看为什么台积电跟鸿海说这跟合约上面不符因为等一下有法官这个出身的这个赵豪就可以跟大家讲这叫做海关砌丝条例第35条进出口的货物呢那你任何土改标志 你在外面弄了四面像四面佛一样的那个上海复兴这个是违规的跟合约上面不符所以情节重大者你不但贴一面你贴四面还不情节重大吗是得以加罚好几倍 所以是因为这一条这个台积电也好红海也好慈记当然因为他们是可以说世外的高人他们没有在在乎这个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是有多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还看到苹果日报还有这些蓝银的人继续在说有个人偷偷溜上去要把这个上海复兵态的这个标签给撕掉 万一破坏苍丫是怎么办我们刚刚在我们讲话的同时我们都看到民事的画面上面有BNT是怎么包装的那个包装上面它的冷链不是说在飞机上面灌成-70度的冷链整架飞机是-70度不是它是那个纸箱里面它就用干冰让它维持在-70度所以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连一点尝试都没有还要拿来骗大家好我接下来要给各位看的是这个上海 这个上海复兴老实讲他真的应该要感谢他如果真的要挂布条的话他要挂谁他要感谢的是红海的郭董他要感谢的是台积电他要感谢磁继还有感谢我们台湾人帮你吃下了这一批的这个现货再不然的话你今年我刚讲了他的股价是从91.69块跌到现在62块而且他去年可以说是花了41亿的这个人民币去签的是BNT的这个代理合约代理的 把这个吃台湾的豆腐然后把这个台湾签进去可是到目前他没有卖多少东西那怎么办那上海复兴这家公司怎么办所以那他们这个上海复兴在8月23号的时候他们在中国一个叫做21世纪经济报道当中那他们发表了一个 我们上半年终于赚了5亿了上半年终于赚了5亿是怎么来复兴方面表示如果因为8月23号如果FDA批准后有条件符合的状况然后他们会按照法令怎么样怎么样像港澳地区怎么样怎么样那FDA就他讲的FDA是中国的FDA中国的FDA有批准他们的EUA吗没有所以我们才能够抢到这一批嘛 然后他最后还要讲到说所以他这个才让什么中国台湾他在吃台湾豆腐那这个才能够给台湾的这批复币然后他赚了5亿余元你如果没有卖这一批的话你没有分到这一批的话你上海复兴你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他投资了去年是投资41亿到目前为止今年上半年你只赚5亿你不是笑掉人家大牙所以我们才印证他现在股票是那个空气票的原因在这里所以上海复兴不要脸真的是只有三个字不要脸那至于还敢拿这件事情出来还想说像国民党这个样子像什么什么苹果日报这个样还在帮上海复兴在那边混淆视听的也是三个字送给你们 不要脸 玉慧姐形容这个上海复兴这样做不要脸啦这个部分我们也请教一下赵豪委员上海复兴他是什么样的动机要来挂这个布条好刚才玉慧姐不讲大家还不知道原来他是这个这个应该说这个货物当中四面八方都有挂怎么会这样子啊 第一个上海复兴他挂在上街前他挂这个布条就算他挂的有被拍照了但我们必须讲上海复兴他不是吃三字业他这个里面他是代理商在里面这批教育里面 他是有赚钱 是所以就算他挂大家千万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一个生意人所以不要得了便宜不卖官你赚了钱好像你做的好像你做了一件对慈善事业 这不是慈善事业第一个第二个那我想阿中部长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政府就是一个受证的单位 那我们只管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厂制造原厂标签 第三个原厂直送 那我们这个我们就是管这三原则 这个货物是符合这个原则 至于上海复兴他去挂布条这件事情 好那就要回到买方看跟买方跟BNT之间的那个合约 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一项台积电说得很清楚了 他们发现这个是不符合合约规定的 鸿海也发现这个是不符合法律规定 合约规定 所以他们已经明确的要求依据法律 那个合约的规定 要求他们把这个布条拿下来 所以这个就很清楚 这件事也很清楚 那至于我最纳闷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股民党你po这个照片 你心态到底是什么 你是觉得你是在替上海复兴宣传 还是你要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目的 我实在坦白说我一头雾水 他们为什么要标榜这件事 上海复兴就是一个代理商 BNT也不是他发明的 我们跟买 我们买也不是跟上海复兴买 我们就是跟原厂买到这一批货 然后这次到来 而且我们要最讲 要讲一件事情 今天今天我们是在台湾 是我们是有疫苗选择权 包括人民要施打哪个疫苗 那这批疫苗之所以提前到货 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上海复兴 原本要把这批BNT 或者是要卖到中国去的 他们要代理卖到中国去 中国至少到今天为止 他们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土地 他们全世界很多疫苗上市 他们只有核准两种疫苗 就是科兴还有国药的 就是核准他们自己的国产疫苗 自己的国产疫苗 所以真正的不让人民有选择权的 真正的只需打国产 自己的国产疫苗 就是中国中国 所以BNT上海复兴 原本是打的如意算盘 对他们来讲最大的市场 其实在中国大中国 如果说BNT核准被受EUA授权 他们如果卖到中国 对他们讲生意的利润是很 那上海复兴股票就一飞冲天 就很可怕 问题是中国政府根本也不买这笔帐 所以这笔货 才我们是才去催货才去抢货 然后到这里来 好我们政府就把把握了三个原则 是买到 简单说就买到真的来了 至于说有人要偷偷去 要去挂布条 要挂一面不够 挂了四面怕大家 他应该挂六面才对 下面上面应该都挂才对 但是我相信台湾人民是非常非常 非常有智慧的非常理性的啦 我们不会因为你在有这样一张照片 好像就认为我们就买到了 上海复兴对我们是多大的人情 或者误认说这批 这批货是上海复兴所制造 我相信不会有人 因为大家 台湾现在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 也都对疫苗有相当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样的操作方法 要上海复兴这样的操作方法 是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目的 真的台湾人是很骗的 就像台积电 鸿海永林他们讲的 有签合约就是照片照片 合约没有写 你当然布条就不能挂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来看 其实行政院说了 10月就会上路这个五倍券 好多的县市政府都寄出加码方案 不过台北市那时候科市长酸溜溜的说 大家都这样加码 这样会造成严重的通膨 没有想到这个话才讲完 这真的没几天 现在台北市说自己也要加码他们的雄鹤劝 好那这不是又自己打脸了吗 等一下回来 我赶快来请教我们台北市的世间议员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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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